大家应该还记得红断带军团吧 这是个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邪恶军团 不仅拥有数不胜数的枪支弹药和武林高手 还开发出了很多高科技的产物 被称为世界最邪恶的军队 连警察也无法应对 后来还是悟空挺身而出 将红断带军团毁灭 只是邪恶的力量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红断带军团的总帅 还留下了一个绝对亲生的儿子 马仙达 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表面上做生意攒钱 实际上 在暗地里一直谋划着重建军团 想统治全世界 为曾经的红断带军团报仇 这天 马仙达听手下说 红断带元老格罗博士 还有个孙子 名叫肥宅博士 是一个超级天才 在14岁的时候 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不过或许因为性格太古板 也许也因为年龄太小 不会走上层路线 毕业后没有一个研究机构愿意要他 于是肥宅博士一气之下 就自己做研究 马仙达听了十分满意 立即表示 24小时之内 我要见到肥宅博士本尊 属下表示 这个臣妾做不到啊 因为这个肥宅 目前正在监狱里服刑呢 这小子在太平间偷了三具尸体 把尸体改造成简单的人造人 让他们在便利店工作 帮他赚钱 后来三个人造人的事情败露 肥宅就被送进了监狱 马仙达听了十分惊讶 更喜欢这个肥宅了 三个月后 肥宅终于从监狱里出来 顺手把监狱给炸了 当成送给大家的告别礼物 果然也是牙字必报的拙 马仙达急切地找到肥宅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红缎带军团 没想到肥宅第一次见马仙达 就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调查清楚了 原来他早就像一只蜜蜂 改造成了监控器 飞到马仙达的办公室里 偷听他们主播的谈话 所以他人在监狱 就知道马仙达要找他入伙 因此肥宅虽然上了车 还是显得有些高了 而有求与人 总要付出一些什么吧 马仙达于是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锦 肥宅快乐水 这可是任何一个肥宅都无法拒绝的 于是肥宅看在快乐水的份上 总算表示可以跟马仙达合作 马仙达似乎十分大方 表示金钱条件 任肥宅随便提 而且每造出一个人造人 他都会给肥宅十个亿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肥宅有些心动了 不过也表示 他生平最喜欢超级英雄 如果马仙达用他的发明 是为了做坏事 那就是万万不行的 马仙达随即开始骗小孩 他把悟空的人塑造成帮助不满 统治地球的邪恶宇宙人 而肥宅的爷爷格罗博士 制造的杀戮 就是拯救人类的好人 只可惜后来杀戮失败了 人造人17号和18号 也背叛了他们 成为了敌人的走狗 所以现在 邪恶压制着正义 就等着肥宅这样的英雄 来拯救人类呢 对此肥宅还真信了 他要跟马仙达合作 制造出最强的人造人拯救世界 只能说肥宅的智商 难道全对用在了 创造和发明上了吗 一晃半年过去 这天 三岁的小可爱小芳 正跟着奶爸比克练功 别人家小孩三岁还跑不稳呢 小芳三岁 已经能开山岁石了 这因此深得比克的喜欢 相信误犯那时候 简直是比他女儿差远了 小芳十分勤奋好学 整天拉着比克 让他教自己气功波 比克只好说 欲速则不达 你现在还不会飞呢 小姑娘有点失望的 都在一边叹气 比克安慰她 还是赶紧去幼儿园吧 这些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 好不容易把孩子 哄上了幼儿园 比克终于有时间练习冥想了 不然又接到了比利的电话 让他去帮忙接小芳放学 比克这个超级奶爸的工作 看来是终身制了 不过比克不打算就此任命 他也想自己安安静静的练练功 不能和悟空和贝吉塔差太远了 比克随机去找悟犯 想看看这小子在做什么 结果悟犯兴奋的表示 自己正在研究一种 遇到危险就会发光的蚂蚁 比克一看他这样 就气不打一处来 在你的心里 到底是研究重要 还是孩子重要啊 为什么你不能去接小芳啊 悟犯不要脸的表示 都挺重要的 但是比克能帮他接孩子 但没有人能帮他搞研究啊 比克更生气了 你就不能抽空好好练练功嘛 你还是塞亚人嘛 他随机就将悟犯的衣服 变成了原来的练功服 想让悟犯出去修炼一下 可是悟犯依然抱着笔记本电脑 专心搞研究 比克气得不知道说什么 他要先平静一下情绪 再去接孩子 结果就在这时 一颗炮弹朝着比克起来 炮弹在快要接近比克的时候 分离成树道光点 如同雨点一样砸向比克 比克打坐的山头被彻底炸毁 不过比克倒是安然无恙 来的人穿着打扮 好像是弦弹超人 还有意想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但是从他的弊章上 比克还是认出 这家伙来自红缎带军团 可红缎带军团 不是被悟空灭了吗 这让比克十分惊讶 因为感觉不到 那家伙身上的气 比克猜出 他应该是个人造人 人造人二号的制造者是谁 二号自然不肯说 直接就朝着比克发动攻击 没想到 他一拳竟然直接打在了比克身上 比克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二号一脚又揣到了比克的头 直接将比克踢下山去 这或许是比克被弱化的 最惨的意思了 比克真的生气了 拖掉几百攻击的行动 对着二号就是一通狂轰滥炸 不料二号躲避的游刃有余 甚至还能轻描淡写抽空开一枪 一枪就将比克身下的整座山 都炸成了灰烬 二号有些异性阑珊 在浓烟之中 扫描不到有生命存在的痕迹后 便十分开心地回去了 比克站在远处的空中心有一计 这家伙太厉害了 绝对不能放着不管 于是比克一路悄悄尾随着二号 还打晕了一个小兵 换上小兵的衣服后 悄悄潜入了红断带军团的 新军事基地中 没想到 这里居然超级现代化 红尾的要塞 耸立在山谷之中 一条瀑布从空中奔腾而下 一次银河一样 在银河之中 铺设了油轨电车 比克在被眼前的一幕 震惊的目瞪口呆 红断带军团发展到这地步 居然都没人知道吗 好自他也没有忘记 自己是来做什么的 依然远远地跟着二号 潜入了要塞之中 刚好一队巡逻的卫兵走过 他就跟在卫兵后面 一路走到了基地中心 竟然直接就见到了 肥宅和马仙达 在这里比克才知道 原来这种战斗型人造人 不止一个 图了刚才跟自己对战的二号 还有一个更加离谱的一号 他们还是双胞胎 马仙达替二号汇报了 比克被杀的消息 但一号通过仔细的地形分析 觉得比克没死 只是逃走了 不过比克也只是个小人物 他的死活不影响大局 马仙达也认为 他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是 悟空和贝吉塔 还有可怕的魔人不殴 以及超恐怖的撒旦先生 他们的实力 他是真正深不可测 但是肥宅并不担心 因为他正在研究 大量复制一号和二号人造人 他们那个组织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然而虽然如此 马仙达却对肥宅做的 杀戮麦克斯更感兴趣 肥宅有点头疼 杀戮麦克斯的身体部分已经做好 但是头脑部分 还需要花点时间去搞定 要是现在就把他放出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他很可能会不受控制的 毁掉全世界 马仙达十分惆怅 他想要统治世界 不是摧毁世界 所以他也只能听从肥宅的话 只是有秘密武器 却不能用的感觉 太不爽了 比克在一边听得心神激荡 等他一有机会跑出去 就躲在角落里 给布马打电话 他想找悟空和贝吉塔过来帮忙 但悟空和贝吉塔这两个武士 都在比鲁斯那里休息 一时半会儿根本联系不上 比克只好让布马赶紧把他们叫回来 地球要出大事了 在挂断电话后 比克一飞冲天 离开了红断带的老巢 此时在比鲁斯的星球上 悟空和贝吉塔果然还在勤勤恳恳地修炼 布罗利则在一旁看着 忽然 维斯提议他们三人一起比试比试 可悟空担心布罗利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 这样就有点危险了 维斯于是只好让悟空和贝吉塔比一比 这时 比鲁斯从四个月的睡梦中苏醒 看到布罗利后 比鲁斯十分不满 指责大家怎么能随便将这人带来这里呢 他这要发火 忽然闻到了一股饭菜的奇香 比鲁斯对这个味道很满意 直接就忘记了发落布罗利的事 随后慈莱走了过来 比鲁斯一脸懵逼 自己睡了四个月 不是四年 怎么周围的人他都不认识呢 悟空等人这下都害怕比鲁斯对慈莱发脾气 把他赶出去可怎么办 却不了比鲁斯十分喜欢慈莱 笑眯眯地表示 他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果然还是美女有优待啊 维斯还想让悟空和贝吉塔比赛 不过大家现在都饿了 还是先吃饭吧 水宝河族的悟空与贝吉塔开始战斗 两人拟来吴网打得十分精彩 比鲁斯在一边吃冰激灵一边观战 他随手扔盒子 目不转睛地看着悟空与贝吉塔的比武 谁也没有注意到通话戏的异常 布马气愤之下赶紧告诉了比克 比克再去找魔人不殴 却不了魔人不殴也进入了凶眠期 比克一筹莫展的时候 猫仙人提醒他 不是还有悟饭吗 你去找他拯救世界 看来现在比克和悟饭就是那个天选之人了 猫仙人随即给了比克两枚仙斗 现在是仙斗的淡计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然后比克又来到了神殿 见到天天 听说红断带军团即将卷土重来 天天十分担心 却也无能为力 但比克却早有主意 询问天天以前在纳美克星时 大长老曾经帮克林和悟饭 激发出他们的潜能 所以他希望天天帮自己也激发一下 毕竟他和大长老都是同类型的纳美克星人 没想到天天十分抱歉地表示 那技能要到一定年龄才能学会 自己还太嫩了 比克也是惊讶了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好在随后天天就给出了主意 让比克借助龙珠的力量 向神龙许愿消灭红断带军团 或者让神龙像大长老那样 激发出比克的潜能 比克一脸震惊 神龙还能做这种事呢 天天表示 只要是升级了的神龙就可以 于是他将神龙模型推了出来 在上面倒了一些鲜水 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 神龙升级完成 可是新的麻烦就来了 他们现在还有时间收集龙珠吗 天天于是让比克问问布马 而布马其实早就将龙珠收集齐了 就放在家里 随时可以许愿 很快 比克到了布马家 七颗龙珠齐聚 神龙终于再次现身 比克也没有废话 希望神龙可以激发他身体的潜能 于是神龙二话不说 就满足了比克这简单的要求 布光帮比克激活了潜能 还送了一些额外的力量 这就是买一送一的快乐 升级版的神龙 能一次性实现三个愿望 比克倒是不贪心 另外两个愿望 他打算放弃 布马立刻埋怨他抱点天物 这愿望你不许我许 于是布马就将神龙当成了微整大夫 希望神龙能将自己脸上的细纹消除 把他的屁股变得更翘一样 比克震惊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这两个破愿望 竟然跟自己拯救世界的 伟大愿望并列吗 神龙倒是没有意见 帮两个人实现愿望后就消失了 布马看着不一样的自己 心情十分不错 随即才想起来 刚才他们为什么不许愿 把悟空和贝基塔都叫回来呢 真是脑子一下子短路了 欢然一心的比克 再次穿上红缎带军团卫兵的衣服 回到了他们的要塞里 此时马仙达他们正在研究悟范 马仙达也认为 悟范应该是他们的劲敌 为了防止悟范破坏他们的计划 还觉得应该把悟范先抓住 再开始行动 马仙达决定先从小芳身上下手 先把小女孩抓过来 再以此要挟悟范再说 不过肥宅显然并不诞成这样的做法 他认为绑架小孩子这种行为 不是英雄所为 可马仙达不管那些 他让卫兵头领 派两个人去把小芳抓回来 比克于是大胆的谋遂自荐 说自己认识小芳 可以更好地完成任务 马仙达十分高兴 就派比克和卫兵15号去抓人 比克和15号来到了幼儿园门口 发现其他小孩都走光了 只剩下小芳站在院子里等待家长 因为原本计划就是比克去接孩子 结果比克忘了这事 跑去红断带要塞卧底了 15号兴冲冲地走进幼儿园 说是比迪丽拜托他来接小芳回家的 小芳一看眼前这个凶神恶杀的怪大叔 感觉就差把人贩子俩字写在脸上了 于是想也不想一拳把15号打晕 这时候比克出现了 老师一看 哦 原来是接孩子的奶爸保姆啊 毫不迟疑就把小芳交给了比克 比克带着晕倒的15号和小芳一起离开 不过为了做戏做拳套 他还是给了小芳一副手铐 让他戴着跟着自己一起演戏 于是当15号醒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小芳被靠在飞船上 痛苦呼叫的模样 他也没起疑心 很开心就跟着比克 一起回去向老大交差 卫兵队长对他们两人很满意 让他们赶紧去找悟范 通知他女儿被绑架的事 整日被996加班摧散的悟范 修行确实荒废了 他竟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比克的气息 这一点还不如小芳 可是当悟范听说女儿被绑架的事情 他当场暴走 变身超级塞亚人 强大的破坏力量 差点把一栋楼移为平地 15号被吓得腿软 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祖宗啊 您的女儿十分安全 请您御尊降贵 悟范最后跟着比克 来到了红断代军团的基地 仅凭下落时的冲击力 就撞翻了一地的人 只能说永远不要小乔 一个父亲的愤怒 悟范看到被囚禁的女儿后 毫不迟疑地向女儿飞去 人造人二号拦在面前 也被悟范无情撞飞 随即一号上前迎战 人造人一号也是博学多时 竟然使出了山智同款的恶魔风角 强大的力量让整个基地的地面 都跟着抖了三抖 比克看在眼里 他明白现在的悟范 并不是一号的对手 只希望悟范能觉醒 找回以前的状态 这样还有可能全力一搏 悟范跟一号过了几招 也发现自己并不是他的对手 他很好奇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么个高手 结果一号义正言辞地表示 自己是正义的战士 现在他就要代表月亮 消灭悟范他们的邪恶组织 悟范要不是知道 自己是主角团之一 都差点相信一号的话了 悟范随即调整形态 再次与一号站在一处 原本一号是打不过 超级塞亚人的 可是打着打着 彼克就觉得不对劲了 他发现一号能在战斗中 快速学习悟范的招式精髓 因此很快 悟范在他面前就像一个沙包一样 被按着随意锤打 眼看悟范落于了下风 彼克急了 赶紧跟小方串通 决定演出一出虐待小朋友的戏码 来刺激悟范 希望能激发出悟范身体的潜能 没想到才没过几秒 二号就跳得出来 阻止彼克虐待小朋友 他还是有着一颗善良正义的心的 而悟范看着女儿受虐 整个人迅速暴走 潜能被迅速激发 进化为了超神版悟范 一套夺命连环机 就把一号摔了个狗吃屎 悟范怒气冲冲的询问一号 你刚才说谁是邪恶组织 真正的邪恶组织 明明是你们红断带军团好吗 眼看一号落于下风 马仙达赶紧让二号去支援 最好打得悟范说不出话 避免爆料他们红断带的辉煌历史 不过想二打一是万万不可以的 比克此时跳了出来 退去伪装 他也想来会一会人造人二号 只可惜就算是激活了自身的潜力 比克似乎还是有些打不过 比克想到刚才二号的表现 觉得这应该是个好人哪 于是他告诉二号 马仙达赶是邪恶的 他和肥宅博士都被骗了 可是二号并不相信 一套连招就将比克打入深渊 这时候神龙给比克的额外力量起了作用 金色光柱冲天而起 比克在光柱中缓缓走来 他的身体被金色的火焰覆盖 而在火焰消散后 比克身体竟然变成了橙色 这也是变成超级比克了吗 二号完全不知道橙色比克的厉害 跳过去一拳中拳 打在比克身上 比克愣是眉头都没皱一下 他随即一拳打在二号身上 结果二号却飞出去 重重砸在地里 马仙达吓坏了 赶紧让手下的卫兵一起干掉比克 众卫兵冲上去对着比克开枪 可橙色比克完全是刀枪不入 马仙达一看不好 立即带着手下扭头就跑 根本不管肥札博士的死活 小方看他们逃走着急了 跳过去就要阻拦 可马仙达手下 竟然要对着一个三岁的小姑娘开枪 他还是一个孩子呀 二号赶紧救下小方 他原本不相信比克的话 现在看了马仙达他们的所作所为 终于相信了 比克现在跟二号已经统一战线了 他让误犯和一号也不要再打了 这完全是误会 眼看着大势已去 马仙达回到指挥中心 他要启动还没有调试完成的杀戮MAX 肥札赶紧过去阻拦 表示这么做 很可能造成整个人类的好险 而且那一号和二号还在战斗 这么做不是让他们送死吗 马仙达立即撕掉了伪装 他就是那个最坏的人 坏人做坏事自然不择手段 他随即就开枪击中了肥札的胸膛 随后继续摆弄机器 眼看杀戮MAX真的要启动了 突然肥札从地上一跃而起 原来他留了一手 早就把皮肤改造成了防弹衣 不过马仙达也不甘示弱 他也脱了衣服 露出了一身剑朔的肌肉 马仙达的皮肤同样做了强化 肥札没有放弃 叫来了人造蜜蜂 狠狠遮了马仙达的脖子 马仙达中了毒素后 整个人手舞足挡 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四肢 可还是利用最后的力量 按下了杀戮MAX的启动按钮 尽管肥札不停地操作机器 想将其关掉 但是已经晚了 只见能量舱中 杀戮MAX已经缓缓睁开眼睛 一拳拳打在舱壁上 遇到了熟悉的气息 他的敌人好像就在附近 此时乌犯的人已经跟人造人情战 布马也终于带着克林等人赶到 肥札突然十分狼狈地赶来 告诉大家不好了 杀戮MAX启动了 而话音未落 杀戮MAX已经来到了半空中 他使出毁天灭地的大招 一时间飞沙走时 天地都为之变色 等一切平息下来 整个基地都被夷为平地 天空中只能看到那个庞大的 如同恶魔一般的身影 一号和二号对视野 立刻联手朝着杀戮MAX飞去 比克也想要帮忙 他掏出两枚仙斗 自己留下一枚 另一枚递给乌犯 结果乌犯没戴眼镜 这个大劲是 竟然没接住仙斗 气得比克脸都绿了 五天和特兰克斯18号相继上阵 克林倒是十分大气 表示你们先上 我掩护 众人随即开始与一号二号 一起围攻杀戮MAX 战斗打得很是艰难 一号告诉众人 要瞄准杀戮的头顶攻击 那里是他唯一的弱点 不过在打的时候 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一旦击穿弱点 杀戮MAX的所有细胞 就会发生毁灭性的爆炸 跟对手同归于尽 一号二号用手枪 瞄准杀戮MAX的头顶射击 其他人也用气攻波 一起攻击杀戮MAX的头顶 可不料杀戮MAX 一个闪身就消失了 随后 他在众人身后出现 一拳打飞了误犯 杀戮MAX的速度太快 大家几乎来不及瞄准 他的身情就不见了 一号二号于是负责 在前面吸引杀戮MAX的注意力 比克绕到后面拥尽全力 逃着杀戮MAX的秃头攻击 一阵金光后 大家都以为比克得手了 却不料杀戮MAX毫发无伤 但刚才比克没有礼貌的突袭 让杀戮MAX十分生气 他爆发出杀猪一般的嘶吼 身上每个斑点都向外射出能量 命运妈妈的光束向外疯狂发射 无差别的攻击每一寸土地 和每一个生命 所到之处 皆发生剧烈爆炸 小方从战火硝烟中闯出来 回头一看 克林正背着布马 飞到半空中躲过一劫 万幸 大家都没有受伤 吴天和特兰克斯赶紧合体 然而操作不当 两人融合失败 变成了肥窄版吴天克斯 可是战况紧急 来不及让吴天克斯再做准备了 就算是肥窄 也要上战场 吴天克斯于是晃着一身肥镖冲了过去 结果却被杀戮MAX一巴掌扇飞 然后飞翔的吴天克斯 就好像弹力球一样 撞到了18号后 又弹飞出去 击中了2号和1号 再弹飞出去 歪打正招 撞在了杀戮MAX头顶上 不料刚才大家一直无法突破的突脑壳 竟然被这样无里头的物理攻击击碎了 可是现在碎的也只是外壳 并没有给杀戮MAX造成实质性伤害 2号随即让大家飞到远处 同时发射气弹 牵制住杀戮MAX 自己抱着必死的决心 要跟杀戮MAX同归于尽 1号自然不忍心让2号送死 可2号却说 1号有着更重要的使命 他刚刚用生命探测 一发现博士还活着 1号必须赶紧去把博士 从废墟里救出来 1号还想阻拦 你就来不及了 2号邪魅一笑 爆发出了身体的所有力量 他最后还不忘叮嘱众人 在他发动攻击的时候 一定要夺远点 只能说这家伙虽然是人造人 却是真正有担当的男子汉 随后在众人的眼中 2号扶摇直上 消失在天地之间 看到这一幕的克林 再也坐不住了 他嘱咐步马照顾好小方 就从飞行器场一跃而下 要跟朋友们并肩作战 此时2号积蓄了足够多的力量 从天而降 打算使出如来神掌 其他人为了配合他 联手朝的杀戮麦克斯发动攻击 他们各显其能 将杀戮麦克斯团团围住 杀戮麦克斯暴躁异常 眼看就要突破包围圈了 这时 一道元气斩 从天而降 击中了杀戮麦克斯 阻止了他的突围动作 为了不让杀戮麦克斯动态 克林还使出太阳拳 太阳一般的光亮 晃得杀戮麦克斯睁不开眼睛 而下一秒 2号正好从天而降 他如同流星一般 身后的绚烂光带 就是他生命燃烧的痕迹 杀戮麦克斯已经来不及躲开 只能抬起胳膊挡住2号 剧烈的爆炸过后 2号躺在地上毫无生气 可杀戮麦克斯 也只被炸断了一条手臂 剧痛让杀戮麦克斯更加愤怒 他怒吼着打算一脚踩碎2号 比克赶紧冲过去擎住那只脚 可是杀戮麦克斯的力量太大 眼看比克就要承受不住 伙伴们赶紧上去帮忙 1号也趁机救走2号 此时比克摇摇欲坠 眼看就要被踩成肉饼了 好在这时克林忽然过来提醒 比克 你不是也能变大吗 比克这才恍然大悟 他瞬间变大 跟杀戮麦克斯的体型几乎一样 这下看杀戮麦克斯还如何踩扁他 只可惜身体变大了 能力并没有变大 比克依然不是杀戮麦克斯的对手 要想打败杀戮麦克斯 才要依靠物贩的力量 他从兜里掏出自己的仙豆 递给物贩 这可是最后一颗了 赶紧吃了 别弄丢了啊 吃了仙豆的物贩能力瞬间提升 他与比克一起围殴杀戮麦克斯 只可惜还是打不过 比克只能重新制定战略 说一会他想办法 把杀戮麦克斯打倒在地 物贩找准时机 用龟派气攻波击穿他的脑袋 其他人自然是在一边保驾护航 这时 杀戮麦克斯已经冲了过来 比克一去对战 物贩则在一旁酝酿大招 眼看比克都快被打死了 物贩那边的毒条还没好 其他小伙伴只得冲上去 帮比克挡一挡 不过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下一秒 比克就被杀戮麦克斯打飞 杀戮麦克斯趁机释放出能量术 无数通激光炎的能量术 穿过比克的身体 随后发出剧烈的爆炸 物贩呆住了 在爆炸结束后 比克贪软的身体从天而降 被杀戮麦克斯接住 眼看比克已经毫无生机 物贩整个人如骚雷击 一只无法酝酿好的大招 瞬间毒条 物贩随即迸发出了 毁天灭地的力量 在一片祥瑞光芒的笼罩下 物贩喜提新形象 这是野兽版物贩首次亮相 杀戮麦克斯也感觉到了 强烈的危机 他一拳打向物贩 却不料物贩纹丝不动 但物贩踢出一脚 却将杀戮麦克斯 踢得飞了出去 杀戮麦克斯搓出了 一个巨大的能量球 那球的内部漆黑 外部冒着绿光 仿佛地狱来的恐怖元气弹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释放 奄奄一息的比克 就伸长手臂 将杀戮麦克斯牢牢缠住 物贩趁机赶紧两指放于额头 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凝聚 杀戮麦克斯一看不好 山东翅膀想飞走 但他无法挣脱比克的手臂 索性将比克 也带着一起飞了起来 物贩终于使出了魔罐光纱炮 不光贯穿了杀戮麦克斯的能量大 也贯穿了他的脑袋 杀戮麦克斯惨叫一声 从宫中掉了下去 很快 杀戮麦克斯的尸体开始膨胀 一号让大家赶紧离开 众人慌忙逃跑 可最终还是被爆炸的 强大力量掀翻 纷纷不省人事 等到一切平静下来 布马开着飞行器 带着小芳到处找人 还好大家都活着 只有二号耗尽能量牺牲了 飞扎也知道自己被骗了 不过他很欣慰 自己的人造人 还是实现了他的愿望 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拯救了全人类 只是现在红缎带军团没了 飞扎又无处可去了 这时布马表示 胶囊公司可以聘请他 去做医美研究 这样他就不用担心 皮肤有褶皱了 飞扎一开始还有些傲娇 随即就联盟同意了 而此时的毕露斯行求 悟空和贝吉塔的比试 才刚刚结束 最后的赢家是贝吉塔 不过毕露斯早就又睡过去了 其他人则看得津津有味 这才是男人的浪漫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